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9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在62人飞机巴西坠毁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川普愿意贺锦丽进行三场辩论 首场时间敲定 佩洛西接受采访称 不知拜登是否还生卧气 川普遇刺前警员曾攀强发现枪手 现场视频曝光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美迪热泵热水炉全新上市 节能75%舒适安全 最高退税30% 详情请咨询718-688-5055 宇卫生行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花旗生中美陆路通服务 美国下单 中国三天收获 美国花旗生农业总会 官方品质保证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 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先来关注一则突发消息 当地媒体报道 一架载有62人的飞机 周五在巴西圣保罗州坠毁 当地消防队员证实 飞机坠毁在 雯汉豆市 圣保罗州长表示 机上62人全部遇难 无人生还 根据Flight Reader 24的数据显示 这一架Vilpads飞机 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前不久 失去信号时 正在离开卡斯卡维尔 飞往圣保罗的途中 据报道 飞机坠毁之后 一大片区域着火 飞机的机身冒出黑烟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飞机在空中逝去控制 呈螺旋状坠毁 Vilpads航空公司 此后在一份声明当中证实 一架飞往圣保罗 瓜鲁洛斯国际机场的 飞机坠毁 机上有58名乘客 和4名机组人员 声明没有说明事故原因 据报道 初始飞机是PSVPB 唯一架2010年制造的 有14年历史的ATR72500 在巴西南部的一个活动当中 总统达西瓦尔 要求人群起立默哀一分钟 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周四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议与副总统贺锦丽 举行三场辩论 ABC新闻此后证实 川普和贺锦丽团队 都同意在9月10号举行辩论 川普表示 他已经同意在9月份 参加三场分别由 福克斯新闻 NBC和ABC主持的辩论 但承认贺锦丽竞选团队 尚未同意该计划 他还透露 CBS新闻可能将主持一场 副总统辩论 川普的竞选团队 此后在X上澄清说 福克斯新闻的辩论 定于9月4号举行 ABC新闻的辩论 定于9月10号举行 而NBC新闻主持的辩论 将于9月25号举行 这以全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 提供的日期不同 在辩论问题上 川普已经多次改变主张 他和拜登此前同意 在9月10号举行 由ABC新闻主持的辩论 但在贺锦丽取代拜登竞选之后 川普以他在民调当中领先为由 表示没有辩论的必要 就在几天之后 川普宣布接受9月4号 由福克斯新闻主持的辩论 而不会参加由ABC主持的辩论 但周四的言论表明 他仍同意参加 由ABC新闻主持的辩论 此后 ABC新闻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ABC新闻频道将于9月10号 邀请符合条件的总统候选人 在ABC进行辩论 副总统贺锦丽和简总董川普 都确认他们将参加ABC的辩论 新闻发布会上 川普还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 指责贺锦丽在打击犯罪 保护边境问题上软弱无力 并把他塑造成激进的左翼人士 这是贺锦丽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 川普的首次公开露面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贺锦丽取代拜登加入总统竞选之后 他飙升的民调数字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让川普愈发不安 他对自己的竞选团队大发雷霆 抱怨不公平 盟友们则希望他把精力 从攻击贺锦丽的种族身份上移开 转而专注于批评拜登政府的政策 继续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最新的采访当中坦言 在拜登总统退出竞选之前 他早已对他的竞选活动不满 更不用说在11月大选当中获胜的前景了 在周四播出的纽约客电台采访当中 84岁的佩洛西表示 他个人对拜登竞选团队的运作感到失望 他认为尽管拜登在2020年成功击败了前总统川普 但他的竞选团队现在无法胜任击败川普的任务 他重申了自己的公开立场 即拜登退出竞选支持副总统贺锦丽选总统 是拜登自己的决定 媒体报道称 佩洛西私下里就拜登的糟糕民调向其表达了担忧 而最新采访表明 他开始公开承认拜登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处于获胜的地位 但他仍然否认自己在推动拜登退选的过程当中 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他还说自己深深的钦佩拜登 而他的选择旨在拯救拜登的政治遗产 比如拜登最近达成的美俄换球协议 这位前议长此前曾指出 自从拜登放弃竞选连任以来 他和拜登就没有说过话 佩洛西表示 他不知道拜登目前是否还在生他的气 当被问及是否会继续与拜登保持友谊时 佩洛西告诉纽约客说 我希望如此 我祈祷会如此 我为此而失眠 来追踪川普遇刺事件的调查进展 周四警方首次公开了川普遭暗杀未随时 现场警员随身摄像头拍摄的视频 视频当中一名警员在集会附近的建筑屋顶上意外发现枪手 并在发现之后迅速返回地面报告来看现场画面 周四警方首次公布了川普遭暗杀未遂前 一名警员发现枪手在屋顶上的随身摄像机拍摄的视频 视频显示在集会场地附近的一栋建筑旁 一名警员告诉他的同事 他打算爬上屋顶进行观察 并请求协助 随后可以看到这名警员借助同事的帮助 爬上了屋顶边缘进行侦查 当他发现了枪手的身影后 随即掉落到了地面上 又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枪手的具体位置 而就在大约40秒后 枪手朝川普的集会现场开了八枪 导致川普耳朵受伤 来关注公共卫生方面的消息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周四表示 新冠病毒是2023年美国第十大死因 排名较2022年的第四位大幅下降 心脏病癌症和意外伤害 仍然是导致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 近年来这三种死亡类型的人数激增 主要原因是药物过量 而中风则从疫情前的第五大死亡 主因攀升至第四位 CDC的研究人员周四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当中说 2020年新冠大大的改变了主要死亡原因的排名 自那以后新冠的死亡率负担有所下降 排在新冠之前的死因 还有阿斯改末症 糖尿病 肾病 流感和肺炎以及自杀 在2020年也就是疫情的第一年 新冠成为美国第三大死因 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自那时起 与之有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下降 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幸存人口接种了疫苗 或对以前的感染具有免疫力 在2023年 新冠被记录为7.6万例死亡的根本或促成原因 占全年整体死亡人数的1.6% 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5.7% 与前两年不同的是 在所有的族裔当中 白人去年的新冠死亡率最高 每10万人当中约有20人死亡 而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 原住民的新冠死亡率全美拘手 按年龄划分 8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死亡率仍然最高 CDC表示 尽管直接归因与新冠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 但疫情仍在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 2023年全美死亡人数不到310万人 比2022年减少了6% 该报告基于2019年至2023年的死亡证明 这些数据是临时的 最终公布的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化 视线聚焦美东 纽约州长霍楚周四宣布 今年夏天 纽约州将向超过150万名儿童 分发近2亿元的联邦夏季食品援助 互除称这个名为夏季电子福利转移 Summer EBT的新项目将为每个申请的家庭提供每个孩子120元的食品援助 州长办公室称一些家庭已经收到了现金援助 其他家庭将在未来几周之内收到 该项目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在夏季购买食品杂货 因为在暑假期间儿童得不到免费的学校膳食食品成本可能会更高 这些福利被存入借记卡 可用于在参与该计划的商店当中购买农产品 肉类全穀物或乳制品 根据州零食和残疾援助办公室的说法 已经在申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临时援助计划 医疗补助计划提供的免费校餐或国家学校午餐计划的家庭 自动符合资格 为自动符合资格的家庭也可以申请 如果他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国家学校午餐计划的一部分 并且他们的收入是联邦贫困水平的185% 霍处表示 仍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有资格获得这项福利 但他们的家人还没有申请 因此该州将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9月3号 家庭可以在纽约州府网站上查看他们的资格并申请福利 继续来关注纽约方面的消息 近日纽约华部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 位于华部格兰街的一家理发店 遭遇一名华人男子的抢劫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近日纽约华部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 位于华部格兰街246号二楼的一家理发店 遭遇一名华人男子抢劫 根据店主吴女士的描述 事件发生在8月2日下午4点半左右 当时店内只有她和一位顾客 这时一名看起来大约60岁的华人男子来到店门口 假装想要理发并向受害人吴女士索要名片 在吴女士开门后 所以跟随进入店内 并开始向她索要钱财 她是一个老人接来的 又十多岁 男的 她说问我就说想捡头房 我说没时间 要预业时间 她说你给个卡片我呗 我就拿卡片给她 开了个门 就进来拿卡片给她 她就跟着我进来来 给了卡片她 之后她就站在那里不走 就问了我要钱了 她说你给少少钱我 少少钱我 你不用说我是打劫 但是你要给一点点钱我 给一点少少的钱我 帮帮我们兄弟 帮帮我们兄弟 这样问我要钱 吴女士回忆到 该男子看起来非常眼熟 之前好像来自己的店里过发 当时她感到很害怕 想要逃出店外求救 但被该男子阻拦 第一感觉就感觉她有来过 我听她声音很熟 我帮她好像剪过一次 应该好几个月之前有来过 所以我就听到她声音这么熟 就开了门 一般真的看我应该没有烟 我不开门 我走到门口 她就推我回来 不让我出去 就要我一定要给钱她 她做那个动作 好像她前面有枪有刀 好像有一点东西在前面 你不给她 就跟我说 你不给 我就全部拿到你的 全部拿到你的钱 我知道她之前应该是来过的 因为她知道我钱带着来 所以她不给我出去 为了自身安全 吴女士无奈之下被迫统一了该男子的要求 给了她40元钱 拿到钱后该男子离开了现场 吴女士表示自己的心里受到了严重伤害 感到不安全 并担忧此类事件的发生会对整个滑布社区产生负面影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